这次是 毛丹竟然是金龙渝的儿子 这可能就是老天对他们的成全 真没想到 王爷爷跟金龙渝这对冤家 竟然闹得出个皆大欢喜了 难道是老天爷有意让你一个人 继承这些遗产 你错了 我这不是继承 因为我是林东方唯一的监控人 所以我可以替他管理他的财产 当然我也拥有 对这部分财产的支配权利 这跟七成有什么不一样 不一样 因为林东方没去世 他只是无迷是行为能力 童医生已经判了 知道什么时候能探望吗 我打听惯了 很快就可以 林东方已经成植物人了 但是我的心里还是有些疑问 什么疑问 童医生应该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 我怎么也不相信 他会把林东方推下楼 你当时也在现场 你能再把情况给我说一下吗 你想听什么 你想听是我怎么把林东方推下楼的吗 你想听是我怎么把林东方推下楼的吗 想什么呢 想什么呢 在想童医生的案子 我也正想跟你说一下这事 怎么 你有什么新想法 前些天啊 我们把注意力全部放在童医生的量子上 但是现在判决结果已经下来了 我们大家都冷静下了 这个时候我就在想 童医生把林东方推下楼 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你说说看 疑点最起码有三个 第一 童医生她性格文雅 与人为善 而且她是一个非常宽容的人 最重要的是她是人大代表 可以说是懂法 而且理性的 第二 就是杨童医生 她性格暴躁 是天下人都为她的对手 而且有玩命徒的秉性 更重要的是 她是吃不了意料的 是一个有仇必报的人 这点在寻找林东方的过程中 咱们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第三 就是案发现场 童医生见到林东方 应该是有心理准备的 可是杨树林 见到林东方 哪是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要说现场失去理智的 应该是杨树林在的 你的意思是说 出手的应该是树林 而不是童医生 对 但是也不排除童医生 在圈架时是什么 但是现在这一点 我基本上已经排除了 为什么 因为在法庭宣判的时候 童医生和杨树林 有一个对视 这一点我捕捉到 你捕捉到什么 我感觉童医生 眼上显然是一种 释然的感觉 而杨树林 则是一脸愧疚的 则是一脸愧疚的 Lindsay 刘树林 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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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完孩子 就是要何事 我相信心情不复的 我既希望林东方能行 又不希望能行 秋妍 难道你也有所察觉 在法庭上 佟一生对她把林东方推下楼 这一世事公认不讳 而且树林的证词也是清清楚楚 也许是咱们多信了 不是咱们多信了 是我多信 你的这些怀疑跟想法 告诉方言了吗 没有 在我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之前 我不会和任何人说的 天一 如果你能信得过我的话 这件事情 交给我处理好吗 我今天找你来 是要给你一笔钱 从此我们兄弟的恩怨一笔够小 我不知道咱们俩之间有多少恩多少怨 我只记得咱们俩刚一起出来的时候 你说过 你说 有我杨树莲一口吃的就饿不着你金农鱼 我杨树莲就是没吃的也饿不着你金农鱼 我得感谢你 在东海这么长时间没让我饿着 可是我觉得你变了 你现在对我金农鱼的感情变了 不管你做过什么 我还是得感谢你 你让我得到了毛爷爷 你还让我和毛爷爷有了个儿子毛蛋 真的有了他们俩 我觉得我什么都不缺 什么都不好 是 你现在是有钱了 可是你变了 你不光对我金农鱼的感情变了 你童鞋出来了整个人都变了 你阳树莲的整个人都变了 谢谢你 我给你 谢谢你 你骂他好骂 你这个狗东西 这辈子干的最大快人心的 就是这件事了 咱们不怕呀 留着毛袋在 不怕没柴烧 让他树莲守着去 天打五雷虹 他出门被车撞死 回家家里就着火 着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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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隔壁的夜化气商店 着火了 你们这儿有没有灭火器啊 有有有有 有 这 这咋说着火就着火了呢 见鬼了吧 还愣着干啥 赶不去救火 要不 火就烧到你们这儿窗市了 这么大 铃铃鱼 你赶快去救 我伤害人的 带给你们一会儿 先救人要紧快 快快快 你站远点 快快快快快 快快 铃鱼鱼 小心点 快来人哪 快来人哪 快点救火 快快快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铃鱼鱼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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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好样的好 我跟你讲水费便费 不是 嘞 嘞 金龙鱼 金龙鱼 老师 危险 你快离开 会长 会长 你怎么还没走 金龙鱼还在你边呢 什么时候呢 还金龙鱼 鱼龙鱼的 我说的是人的名字叫金龙鱼 你快救他呀 第一小队 赶快救人 金龙鱼 金龙鱼 在里边呢 王爷爷 王爷爷 危险 不能接住 金龙鱼 你咱们那么傻 你快出来呀 金龙鱼 你没想了 你来家两道家 能这么活呀 金龙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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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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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第一次去探望同医生 时间有限 你要说什么提前想好了吧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说什么 你可以谢谢佟医生 你什么意思 当你走投无路山穷水晶的时候 佟医生收拾了林东方 让你却处逢生 你不该谢谢他吗 如果现在用钱 能换回他的自由 我愿意轻其所有 我愿意轻其所有 你有愧于他吗 他给的我是金钱 我却给的他是地狱 如果佟医生是我妈妈的话 我会和方言一样 愿意替他去做一辈子的 我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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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了云 你就醒了 你还认得我是谁不 他家城市没事吧 他家城市没事 你醒了就没事了 你胆那么傻呀 你却长了二十多个烟花瓶 气死我了 大家 大家快进来啊 金头鱼醒了 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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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大英雄啊 要是没有你 这一花旗爆炸了 我们城东村 我这主任都完了 就记住你的秦主任 去去去去去 都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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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吃 是啊 这就你们我们大家都没吃 让开让开 让记者同志来 记者同志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 记者同志 你好 是什么力量让你义无反顾地 冲进华海中 你说 什么力量 就是 来 拿个枕头盯着说 是 我的老婆毛爷爷 她本来一开始呢 不是 当时是这样的 我是她的老婆 一开始 然后她说是要抢我们 超市的货物 我说不行了 对吧 液化气万一要爆炸了 这周围的人都没命了 对对对 在这个时候 你必须义无反顾地 冲进火海 抢出液化气瓶 保住了大家 也才能保住我们的小家 来 接着说 姐 你说 你说 说得太好了 我我老婆毛爷爷说得对 我去抢救 我当时脑子就是一个狠字 狠字我就义无反顾地冲着 冲着冲了进去 我就开始爆那个液化气罐 我每爆出一个液化气罐 我就觉得我是撂倒了一个敌人 我一口气一连撂倒了 二十多个 二十多个 二十多个呀 对 这连撂倒了二十多个 当我再冲进去撂倒的时候 我被敌人撂倒了 然后我就倒在了火海之中 是这样的啊 在消防车到达之前的千金鱼发的时刻 我程彤彤主任王百万来了 我是百万的百 百万的万 我冒着生命危险 沉着指挥战斗 在我誓死如归精神的感召下 金龙玉第一个崇离荒害 誓死如归的精神感召下 明明就是我跟金龙玉说 你必须去救火 救不了火 照着车手我跟你没完 对不对 后来我们家毛爷爷又 后来我们家毛爷爷又 咱家超市算个屁 对 对吧有证吗 对 咱家超市算个屁 你必须去抢救夜化器官 夜化器官要是爆炸了 城中村就完了 王百万主任就没了 这 我一想 为了人民的利益 为了这么多的父老相亲 我当时 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看过的电影 我想起了邱少云 想起了黄继光 想起了董存瑞 对 还有狼牙 对 想起了 董存瑞 就是 就是 为了新中国 向我开炮 不好意思说 来来来来 向金龙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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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鼓掌 这是我金龙的偶像 大家鼓掌 大家鼓掌 我我成功的一半 比我们家毛衍衍的一半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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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对 外面好 你也看不出 你也看不出 很不出 工夫 你要所做的 你也看不出 你看这才几天啊 你的头发都白了 说句心里话吧 从前啊 人是自由的 可是心哪 太沉重了 现在这样了 我心里反而 反而平静了 十五年 叔 二十多年的恩怨 今天总算是解开了 你呢 一定要 珍惜眼前的一切 珍惜生活 好吗 面对你的时候 我心里有愧 妈 我不是个好儿子 你呀 一定是个好孩子的 如果 你真的认我这个当妈的 那就听我一句话 轻松的 健康的 去生活 好吗 齐柔 童医生 你别太难过了 你是一个好妈妈 是一个让所有人都尊重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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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妈 你说我 苏林 哎 以后 一定要把方言 把方言 当你的亲们 你听见了 我 我会把方言当成自己的亲妹妹 妈 是他吗 你还成这个样子 不是 是他吗 咱们家还成这个样子的 方言 不要胡说 是 不要胡说 方言 如连 滚 你现在要给我滚 我不再来看见你滚 方言 你听我说 方言 我不是你这样说话 你还要替他说话 听妈妈的话 叫哥哥 我不叫 他还不走 我走了 方言 方言 你不能见 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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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世人 方言 方言怎么样了 树梁 方言他怎么样了 还在昏迷 这次大火呀 去政府罚了我的款 罚得好 罚得我高兴 为什么呢 因为这次大火呀 没有造成人员死亡 要不然我就得跟那些 黑心矿主一样去蹲大狱 知道吧 所以在这里呀 我们要特别的感谢那些 舍身救火的民工兄弟们 尤其像金龙鱼这样的同志 这是我调语来的 大家应该学习我 学习我 为了表彰金龙鱼同志 不怕死 舍身救火的英雄试迹 政府决定授予金龙鱼同志 为咱们东海市的 荣毅市民称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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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请区政府的张务区长 为金龙鱼同志颁发证书 好 好 好 付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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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刘晨 你家就成了都很适应呢 怎么呢 看见我们家腾东门 不高兴啊 怎么不高兴啊 我们都羡慕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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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羡慕 你要是稀罕你这证书啊 一会儿我去付应该一百份 我都发给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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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政府已经表张了 咱们城东村呢 也有表示 大家都看到了啊 那个政府的温暖工程 明宫公寓就要进宫了 在这里我郑重地宣布 为了表张金龙鱼的 不怕死 舍身救火的英雄试迹 咱们城东村向明宫公寓 一次性交二十年的租位 好 并且为金龙鱼同志 提供免费公寓一趟 同志 把水费电费免不 免 免得免 都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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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们谁是他的直系亲属 有没有直系亲属啊 大夫 我是他哥哥 有什么话跟我说吧 你也配送他哥 大夫 我是病人男朋友 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病人还在昏迷中 虽然他没有太大的外伤 但是严重的内伤也不能排除 现在首先呢 必须让他尽快地苏醒过来 有什么好办法吗 是啊 有什么办法 病人一直在喊妈妈 他的母亲在吗 你是一个明白人 你是一个明白人 我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非要把这层窗户支筒破目 佟医生 已经快六十岁了 十几年的徒刑跟死刑 对他来讲没有任何的区别 难道你真想看着自己的亲生母亲 在监狱里度过的余生吗 佟医生一夜白了头 方言 现在还昏迷不醒地躺在医院里 你难道能说 这一切都不是因为你造成的吗 你还爱我吗 这几天 我的眼前经常浮现 我们刚到东海的那会儿 你建议勇为救了那个残疾青年 就是在那个时候 我是喜欢上了你 这些年我变了吗 这些年我变了吗 你变没变 看看你周围的亲人跟朋友吧 你的妈妈 因为你坐牢 你的妹妹 因为你躺在医院里 哥哥树根 跟你断结了兄弟关系 还有曾经救过你命的老黑也离你而去 还有毛眼颜金龙鱼 他们都曾经是你最好的朋友 是你为骄傲 是你为跳能门的榜样 他们曾经给过你多少帮助 多少快乐 但是你能够同患难 却不能同富贵 你伤透了他们的心 到了现在 也许唯一没有变的 就是我 但是如果你还不能想明大意 还要昧着良心的话 那今天 就是我们彻底分手的时候 好 树林儿 只要你肯说出事情的真相 不管你以后是什么样的结果 不管你以后是什么样的结果 我都永远是你的人 你会永远是我的天 我都想要是你的人 我都想要去年 你不要再来 一家里 我都想要去年 是你 你会更多的心 你会更多的心 是你会更多的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就给市领导汇报 给你们举行一个隆重的送行仪式 真的 那太谢谢您了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接个电话 好 喂 天忆 你到门口了 好好好 行 那我马上下来 嗯 车 告诉你两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啊 第一 方言醒了 真的 太好了 第二 就是树林找我了 树林也找你什么事啊 她告诉我 林东方从楼上掉下来的真相 飘去自身 真的 树林能这样生命大义真是太好了 别看我干嘛 你就别给我装了 树林的这一切是不是都你安排好的 你真聪明 幸亏她是过失杀人啊 我咨询过律师了 她这种情况最多判十年 树林能有今天的转变 你一定给她承诺了什么 说呀 她是我的天 她是她的天 她是我的天 她是想念你 她吃东西 我说天 我应该怎么做 你们打算你 你还不会是上去 你也不会是上去 我对她是上去 你不想念你 你可不可以 你做得不忍 whats 你饿了 你 è 对 出发的时间已经定了 香港要举行一个欢迎仪式啊 那太好了 好的 那就这样 再见 金龙云你咋来了 坐呀 杨树莲让我给你送一封信 信 那行 你先忙着我先走了 你先忙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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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冬九律又能怎么样呢 现在的我 就要去自首了 以前你分头都没了 一切都要从头再来 但是 已经两句亲情友情爱情 绝不回来了 我的心温呢 我的人 也不再孤独了 秋阳 谢谢你 这一切 是你给我的力量 和重新生命的力量 你 永远都是我的天 东方 醒醒 我是秀眉 你要是听到了 就按下我的手 醒醒吧 东方 我要和你复婚 咱们回家 过以前的日子 醒醒吧 他不会再醒了 谢谢你 谢谢你来看看 你是他儿子 你说 你那个可恶的母亲 是不是为了你把林东方推下了楼 你错了 不是我母亲推的 不是他那是谁 是我 你为什么要害林东方 你是不是想推荐她的家产 你和你母亲一样的恶毒 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吗 我也不需要解释 现在我有几句话要跟她说 请你出去一下 请我出去 你不要以为你是林东方的儿子 就自以为是 吵什么吵什么 这里是病房 要喊都出去 你不要再睡 我今天 可能是最后一次来看你 咱们俩之间所有的恩怨 都会随着我入狱烟消远散 入狱 我知道 你现在什么都听不到 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 我要换回我的母亲 让她重新获得自由 让她能过上她自己美满的生活 你知道吗 我母亲替我点罪 是我这一辈子 最受良心谴责的一件事 我会在监狱里被你祈祷 希望你能够醒过来 因为你毕竟是我的亲身父亲 如果你真的有醒过来的那一天 我希望你对我妈说一声对不起 因为这是你应该做的 我希望你对我妈说一声对不起 我会在监狱里对你说一句话 爸 我错了 护士 你看 她会哭了 我看 她会哭了 来一下 看嘛你美的 把水给我渴去了 把水给我渴去了 热热 先生姐干啥呢 你领导呢 一会儿讲话 我给你 你看 佟医生来了 雅树婷也来了 亏的雷农方醒了我跟你说 他醒来能说是自己摔下去的 我就觉得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 比雷锋还雷锋 比金龙鱼还金龙鱼 他这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好事 那啥叫比金龙鱼还金龙鱼 你的意思就说他比你还建议勇为呗 对啊 不是 他建议勇为和我是两个性命的 你想一个坏人做一件好事 不容易真的 后院的事真是越做越大了 你呢 林东方现在已经能自理了 我把公司就还给他 我可是看得出来 他是真心诚意地想让你继承他的家业 我知道 但是妈 我自己能跳出能力 也有能力成就自己的事 好 尊重你的选择 我准备啊 学习学习秋样 在隋德啊 成立一个隋德汉建筑公司 同时再开一个培训学校 哥 我相信你一定能行 太好了 现在好多返乡的农民工在家闲着没事干 正是他们充电的好时候 没错 这也是政府支持的 我也支持你 相信你能成功 来 哥 加油 初燕要走了 去吧 去跟他说说话去 不用 他知道咱们能来啊 就比什么都高兴 童医生也来了 对啊 叔叔哥 还是你本事的 林东方都被你叫醒了 哎呀 你不要每次一次到林东方就这样 你说这次是不是人家林东方人性大发 初燕哥和童医生 还有个同事啊 天儿 林相 你是燕啊 祝福你啊 谢谢 天儿姐 你这都要去香港了 还不赶快改个口 没成功啊 我改成功 走之前你得把童医生叫成妈妈 哎 初燕啊 妈等着啊 等着你跟树林 大树子 我也等着 哎呀 这东海真好啊 有老子真好 错了 是有妈真好 有哥哥好 有嫂子更好 我希望你们全都好 好 好 各位米纸婆姨 各位乡女灰藏川妹子 各位姐妹们 大家好 好 今天开始呢 你们的美名 将被另外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所代替 你们说是什么 红色娘子军 对 就是红色娘子军 那现在呢 我们就请出市领导 为我们红色娘子军 做赴港前的重要讲话 大家掌声欢迎 谢谢大家 姐妹们 我代表市政府 向我们新一代的 红色娘子军 送行 我希望你们 能用诚信 热情 勤劳 敬业的精神 去完成好你们的工作 用我们的恨事和微笑 展现出我们新一代 练力的风采 有朝一日 把我们的红色娘子军 打造成为最具有竞争力的 国际品牌 国务世界为国称华 说得好 我们就是要打造我们自己的 飞用 我相信你们 会比飞用 飞得更高 走得更远 东海人民 期待着你们 家乡的不老相见 期待着你们 期待着你们 各位姐妹们 古有花木兰 今有红色娘子军 今天 就让我们带着我们 所有的热情 启程出发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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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